在五湖十六国时期 这个贺连伯伯就创造了一个国家叫大夏 他被北魏所灭 他存国时间很短 只有25年 25年对一个国家就很短了 那么事隔600年到1038年 朗相族的首领李元浩在此就建立了西夏王朝 他自己自称大夏 古人都有这个特征 自个儿的国家都称为大什么 比如大明大宋大唐 他一定说大汉都是大自称 为什么我们称他为西夏呢 是站在汉族人的角度 他站在我们的地理位置西边 所以称之为西夏 宋朝人就这么称他西夏 显得他低嘛 他想国时间呢 应该说还是挺长的 在中国历史上啊 大朝我说过跨过200年 不到300年 这都是大朝 比如唐朝啊 明朝啊 清朝都是这个时间 宋朝是颤颤为为跨过300年 西夏享国时间呢 189年 189年 小200年 也算啊 也算一个正常的寿数 那么西夏呢 他对宋朝啊 对宋国呢 是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 与他并行的呢 前期呢 有辽朝辽国 后期有金朝金国 所以有学者认为 这是中国的这个后三国时代 我们一般说三国就是魏蜀乌 三国时代 实际上呢 到了中古时期 唐以后呢 宋国的版图是非常有限的 比如他的版图不如辽国大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辽 西夏 宋国 三足鼎立 后期的时候 金 宋国和西夏 依然三国鼎立 这就是所谓的后三国时代 这个后三国时代呢 是屡有冲突 但是冲突呢 相对比三国时代 没那么激烈 1271年啊 元氏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 元朝呢 他取自于易经 他说大哉前缘万物之始 乃统天 因为他建立了元朝 所以我们就说元代 忽必烈呢 在西夏国的故地呢 设行中书省 治元24年呢 他就设宁夏府路 宁夏就由此得名 这个宁的意思呢 是指安定 安宁 比如我们的宁波 宁波是明朝初改的名 原来叫明州嘛 必国会啊 国家叫大明朝了 大明了 所以必国会改成宁波 这个宁波的意思也是海定而波宁 就是安宁 解放以后1957年啊 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呢 就就是通过成立了啊 宁夏回族自治区 他以前呢 就叫宁夏省 所以以这个基础上呢 就改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他的位置呢 处于今天的黄河上游 我们知道我们有两大母亲河 靠北的是黄河 靠南的是长江 他东邻呢 这个陕西省啊 西北部呢 又跟内蒙接壤啊 西南呢 和东南部啊 南部都跟甘肃相连 他的面积啊 不能算太大 但是也有6.64万平方公里了 我们国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啊 有很多少数民族人口 非常多 比如回族人 回族人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里面 横排第三 第一是我们谈过的广西啊 壮族是第一 其次就是满族人 满族人因为站的 就是他比较松散 因为他统治过中国 所以满族到反而没有大的这种行政区域 只有小的 比如县一级的 自治县 回族人呢 人口排全国少数民族里排第三 这个西夏文物这些年出土了很多啊 有很多很确切的是 比如宁川地区出土的啊 包括宁夏地区出土的 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啊 是上个世纪啊 1991年8月份出土的 8月份出土以后是什么呢 是书 在西夏的这个 一个废弃的这个塔基里 废墟里出土了九本书 这九本书呢 首先是纸本的 这真是啊 非常难得的事 为什么呢 你想想这纸本的书 在塔基里 但分有一点这个潮湿 这书就烂了 拿不起来了 可是西夏非常干燥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宁夏 非常干燥 这个这书就保存下来了 这个出土以后呢 它是这个有九册啊 它是佛经啊 因为是在塔基里出土的嘛 那么专家呢 在看它的时候发现呢 它是用木活字印刷的 这一下就不得了了 五年以后啊 到了1996年啊 文化部请了各方官家 鉴定以后呢 就认为了 它是在西夏后期 是个木活字的 这个活字印刷本 被列为了我国最重要的文物 我国最重要的文物 是不能出国展览的 一共有多少件呢 只有64件 64件 64件文物是不许出国的 这是这个其中一件 可见这个文物的重要性 它为什么重要呢 是我们今天唯一找到的 活字印刷的证据 我们从小都读书啊 现在小学就叫我们 交给我们这个四大发明啊 这个活字印刷是其中之一 活字印刷的四大发明呢 是在沈阔的梦西笔团里 有非常清晰的记载 是尼活字啊 是在这个宋代庆祢年间啊 是毕生发明的啊 但是啊 宋版书 原版书 明朝的前期时期的印书工 没有找到一个证据 没有一页证据 证明这书是用活字印刷的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存疑 韩国人呢 说是他们印刷的 德国人说呢 金属活字的印刷始于海德堡 所以我们 可以看到各国人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你说了半天 你得拿证据啊 我们一直没有证据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 最早期的活字印刷的证据 是明朝后期的 距今只有四五百年 这一件东西的出土 被专家认证为活字印刷 木活字印刷 所以呢 尽管它是这个西夏的 但是它表明了我们 活字印刷在这个时期 就是与宋平行的时期 已经开始应用 所以这件文物的重要性 就显现了 宁夏呀 我是去过的 去过很多 小师对宁夏 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是瘫羊皮 我很小就知道瘫羊皮 当时不知道这瘫羊皮 这瘫是什么意思 现在才知道 就是和瘫的瘫 原来小时候印象中 瘫羊皮是打开的意思 瘫开嘛 瘫羊皮的典型特征呢 叫九道弯 这个羊皮非常好看 我小时候就看过 我爹出差买回来的 我爹是军人 当时老出差 买回来那个瘫羊皮 那毛有这么长 这么长 九道弯 我们小时候家里啊 没有皮货 不像现在 弄个皮货什么的 就很容易 我们小时候觉得 我记得我小时候 家里唯一的皮货 就是那个东北穿的大头鞋 外面是这个皮子的 里面是羊毛的 看不见这种皮货 这种很细腻的瘫羊皮 当时给我印象深刻 我小时候听说 这瘫羊皮是这么来的 就说这个母羊 在没有生小羊的时候 临产的时候 把牧羊杀了 把小羊拿出来 这是最好的瘫羊皮 我们小时候也没有什么 这个慈悲 也不懂 当时也没什么感受 等岁数大了呢 觉得这事有点太残酷了 我们今天啊 看到到宁下去 看到那瘫羊皮子 人家告诉我们 这就是两三个月的小羊 这羊还是生出来的 两三个月小羊呢 身上的那个羊毛啊 非常长 非常好 那时候剥下来的羊皮呢 是纸上最高的瘫羊皮 我看过有染色的啊 过去羊皮就是雪白的嘛 后来染色 最初染成黑的 后来又有各种花色 太阳皮在这个国际上 曾经也是一些大牌的 这个品牌的这个皮衣的一种 一种选择的这种材料 因为它从皮草行业上讲 它还是比较环保的是养殖的 现在狩猎的皮草 在国际上几乎寸步难行 因为有很多这个保护动物组织 就不干 就跟你 就抗议 我们小时候啊 就是没见过这个瘫羊皮 见的都是老羊皮嘛 后来看到瘫羊皮 你今天看那瘫羊皮 特别柔软 那个毛呢 抓住那个手感特别好 你就看这个同样是羊皮 这个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另外一个呢 对宁夏印象深的就是枸杞 枸杞 我小时候说那东西不叫枸杞 我记得大人都叫它枸鸡子 我小时候老说那枸鸡子 感情是枸杞子 枸杞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大家常见的这种 珠红色的 还有一种是黑的 黑枸杞就据说更贵 我就没吃过 我吃的都是那红的 红的现在不是很贵 大家都吃得起 那么我去宁夏干嘛去了呢 是那有一大亨 有钱 姓李 姓李 没准就是李元昊的后代呢 对不对 这李元昊呢 本身也不姓李 是因为唐朝赐他国姓嘛 李唐后代嘛 所以他就姓李了 这李老板呢 有钱 让我这朋友啊 找我 这是好多年前了 说给他看看 说他收藏了好多好多东西 我本来不想去 我那朋友呢 因为跟我关系太近了 说怎么也得帮这忙 然后到宁夏顺便玩玩 正好又赶上夏天啊 特舒服 因为夏天北京比较热嘛 宁夏凉快嘛 我一想也行 这宁夏咱也没去过 说去玩玩 所以呢就飞过去了 一去还真凉快啊 同样在北京起飞的时候还挺热 到那真凉快 然后到那棚子那下榻住下 第二天先去看看景 然后就到了他的家 我一进家 我多少觉得有点瞎啊 因为他家里摆了好多东西 我一看都不贴谱 这个人呢 有钱 喜欢这个 但是不懂 特爱买 买了到处都是 来了以后呢 先跟我们说了半天 我呢就很婉转的说呢 我说你这个东西呢 都不是太好 他说我有好的 没关系啊 说我那好的都不给他们看 谁都不给他们看 我带你去看 然后他就把我领到 他那库房里去了 打了七八道锁 他进去 进去以后 所有的东西啊 他这人有点意思 所有东西都蒙着上面 都蒙着一块绸子 先可以给我看 我这一看 就这一愣啊 楚国文化的大猪雀 盖上 先可以一看 这个 中原地区的青冬器 个儿特大 盖上 先可以看 一青花瓷 再先看 什么都有 他那里东西是 金银铜铁锡 这个竹木崖角器 这个 各个时代的陶瓷 什么东西都有 他那屋里 很大的一个仓库 我看的时候 并没有想 我怎么 这个判断这些东西 而是我在想 我怎么跟他说 让他不能再 歧途走得更远 我就说 你这东西啊 都不好 他说不可能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 我这东西都是 我亲自去 挖出来的 我说你在哪儿挖的呀 他说 我们这地儿 没人管 到处都是墓葬 我自个儿挖出来的 我说你不可能 我说你别跟我这儿 编故事 他说真不是故事 别人带我去的 我说这些都是你在一个地儿挖出来的吗 他说是 我说那你看看 这个仙秦的 秦汉以来的 隋唐的 宋元的 什么时期的东西都有 都在一个坑里挖出来的 他说有什么区别吗 我说太有区别了 你一个墓葬出土 只能是一个时期 你当然可能有前朝的东西 历史上确实有 比如我们清朝 康熙年间的墓葬里 出土过有宋词 这是可能的 出土过有明朝的玉 但你这些 扒杆子够不着的东西 都在一个墓葬里 这个可能性 近乎零 然后他还执迷不悟 我那朋友跟他熟 说话比我就没那么客气了 我那朋友就说 李总 说就你这东西 弱智都看出来是假的了 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我心里说 那你就是说他是弱智呗 宁夏对于我们大部分 中国人来说呢 都觉得很神奇 今天因为有西夏亡灵的遗址 这个重新的发掘 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圣地 我们对宁夏了解少呢 那对西夏就了解更少 不管怎么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版图上 西夏是一个很大的王国 而且存在的时间非常的长 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去宁夏 一定要看看西夏那宏伟的亡灵 不管他残疾剩下多少 一定能反映那个时代 我们为什么对西夏了解不是太多呢 这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在我们的过去史书里 没修过西夏史 大家都比较了解的是24史 24史是清代人的概念 你比如到了民国时候 就有25史 他就有了清史 元朝啊 是我们一个修史的一个 一个快速发展期 你比如辽史 金史 乃至宋史 都是元朝人修的 宋朝人的心胸啊 不够宽 他比如他修辽史的时候呢 宋朝皇帝觉得 这史修得太好 回去重修 隔一百多年 在地上来 在城上来 这个史籍呢 皇上觉得 还是有点说得过分 所以导致元朝人 修的辽史 这中间隔了一百多年 所以辽史被公认为 俄乌最多 元代人修史的书 并没有修西夏史 为什么呢 是因为对西夏 有极强的仇 是一个夙愿 是仇 成吉思汗当年西征的时候 西夏呢 按兵不动 不予相助 所以这个成吉思汗 就很恼火 西夏不仅不相助呢 还联合金人呢 一起抗盟 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呢 他们都属于少数民族 他不是按住人吗 所以成吉思汗呢 就对这个西夏 非常的恼火 非得想办法灭了他 我们都知道 蒙古大军当年呢 一路西行呢 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1227年 蒙古大军呢 学习了西夏的黑衣城 新庆 对今天的宁川 将西夏的宫殿和史册 你知道啊 过去 这个屠城的时候 经常是把对方的书籍 全部付诸一句 就给烧了 书是最重要的文物 什么文物的重要性 都不抵当时的 这个典籍 因为他 不管他客观不客观 他是用文字记录的 当时的历史 因为当时是没有图像记录的 这个蒙古大军 不仅是屠城 烧了这个宫殿 烧了史籍 还将赫兰山下的西夏的 皇家陵园呢 绝毁了 所以我们对西夏的这个 了解就不多 尤其对西夏文物也了解的不多 成吉思汗呢 他这个生前呢 对西夏 他恨之入骨 但是他没有完成 他的内心的大业 就是没在他生前 把西夏灭了 原始对成吉思汗的词 描述就比较简单 说这个秋七月 人物不遇 不遇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舒服了 古籍上说皇上啊 不能说皇上病了 这字不好听 我们今天说 都自个儿说自己 我病了 皇上不能说病了 得说不遇 不高兴 不舒服了 那么古籍上 当时这样记载说 吉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行宫 就是那一年呢 成吉思汗呢 就死于他自己的行宫 这一二二七年呢 这个成吉思汗呢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大约五月份呢 就跑到刘排山去休整了 他肯定是不舒服了嘛 他去休整 六月份 六月份发生地震 那个地震是记录在史籍里的 他在七月十二号就驾崩了 当时呢 是六十六岁 六十六岁在这个古代啊 对于君王来说 已经算高寿了啊 那么他葬于呢 这是一说啊 他葬于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 这只是一说 其实今天呢 全世界很多学者 在到处找成吉思汗的墓 我看到很多资料 包括航拍的 根据各种蛛丝马迹 有很多人已经在判定他的大墓 因为成吉思汗的墓 如果一旦这个发掘 肯定里头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 来说明那一段历史 当月啊 就是他这个成吉思汗去世的当月呢 李夏末主 最后一个皇帝啊 李宪就出降了 这个李宪这人有点窝囊啊 他当时呢是不知道这个成吉思汗已经去世啊 因为他是密不发丧的嘛 当时西夏的这个末代皇帝这李宪呢 准备投降 投降呢 因为有面子问题嘛 就跟蒙古大军商量 说你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 让我整理整理 我真的是扛不住了 但是你让我这么狼狈的出来 我也还有面子问题 所以你给我一段时间 我呢 就准备好了 出降 但是就在他等着这个时间 成吉思汗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不知道 所以他 他要知道了 可能改写历史啊 不知道 出城投降 投降以后就被杀了 因为据说成吉思汗留下遗嘱 就是杀光啊 把整个图成 非常狠 那么成吉思汗怎么死的呢 说法有很多种啊 至少有五种 第一说他是 这个坠马而死 蒙古密史中的记载 就是成吉思汗骑马 不慎从马上跌落 然后又被后面的马踩踏身体 受到重撞 不久死去 这个说法呢 存疑 为什么呢 这个马呀 马踏的人身上的可能性 低于踏不到人身上的可能性 就是马会回避啊 马在奔跑中会回避 那么成吉思汗 骑了一辈子马 从马上跌下来 又被后面的马踩上啊 这听着啊 有点不那么对啊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 第二种说法就有点神奇了 说他是被雷劈死的 这个文古中呢 也有这种传说 就是夏天嘛 因为他死的时候是 这个农历的7月12号 正是这个北方容易有雷震雨的时候啊 成吉思汗在骑马 突然电闪雷鸣 被雷电击中 跌落而死 雷劈呢 雷劈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 不吉祥的事 所以呢 有人认为啊 这雷劈是受天谴啊 所以他就不记录在证实 第三个说法呢 就有点像电视剧了 就说他是被毒死的 那么这个记载是从哪儿来的呢 是从俄罗斯来的 说俄罗斯披露了一些 金帐韩国的历史资料 说这个成吉思汗呢 是被这个窝口台毒死的 因为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 这四个儿子呢 这个不合不母 尤其老大老二不合 所以成吉思汗呢 就选定老三呢 作为储君 就作为接班人了 但是后来呢 就对这三个儿子不怎么满意 又想改 让小儿子 就是拖雷为储 作为储君 那你想想 这个窝口台知道以后呢 就为自己的利益 就不惜下毒 将父亲毒死 这是俄国人的一种说法 那另外一种说法呢 也是下毒呢 说的是谁下毒呢 就西夏的王妃下的毒 还有一种说法 就说这个成吉思汗呢 是被刺杀了 成熟于这个康熙年间的蒙古原流呢 是这么记载的 就成吉思汗的军队呢 攻打西夏的时候呢 士兵抚赌了很多这个 西夏漂亮的这个西夏女人 其中有一个呢 是王妃 这个王妃就把他进献给成吉思汗 据说在裴寝的当夜呢 这位西夏王妃就趁这个成吉思汗 可能那事完了以后特高兴 完了一放松警惕 就把他刺杀 说这个说法啊 谁认同呢 乾隆皇帝认同 乾隆皇帝还是很认自己本朝写的书 所以就把这个蒙古原流就编进了四库全书 这是说法第四 说法第五 就电视剧都不敢描写了 这说法第五啊 说这个成吉思汗呢 是被西夏王妃 还是这人啊 一口咬掉了下体而死 这在蒙古这个民间传说中呢 是这么说的 说成吉思汗呢 去攻打西夏 西夏就起降了 就说我不行了 我这个准备跟您投降 成吉思汗就强迫西夏王妃的 在内的所有的公平美女呢 就会交给自己享用 在成吉思汗跟王妃这正热烈的时候啊 说这王妃就是 就是一口就将他的这个 南根咬掉啊 然后他自己就投河自尽 成吉思汗由于失血过多 死亡 所以呢成吉思汗就 一命啊 立下遗嘱 屠城复仇 这起码有这五种说法 这五种说法 有三种说法啊 三四五 这三种说法都跟西夏王妃有关 可见这仇结的有多深 结仇以后 才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古怪的说法 那究竟 成吉思汗是怎么死的 我想这一定是千古之谜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句话 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留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今天啊 看西夏 西夏文物过去 我们认知不多 首先对西夏历史就支支不多 那对西夏文物呢 就支支就更少了 官妇猫揭秘 官妇秀 我这旁边这大酒坛子 隔了好长时间了 可惜里面没酒 这件东西啊 有个名 它这名呢 我今儿可以告诉你 这名叫都禄瓶 不是都都瓶 是都禄瓶 它为什么叫都禄瓶呢 一种说法 说这都禄来自于少数民族的语言 叫都禄瓶 另一种说法呢 说这东西往外倒酒的时候啊 往外倒酒的时候 都禄都禄都禄 你们倒过吧 倒酒的时候发出了都禄声 所以这种瓶子都叫都禄瓶 原型的 在都禄瓶里 这算醉的个儿的 一般都人头这么大 为什么 因为人头这么大 装进了酒 正好拿着重量合适 这个装满了酒 拿起来比较吃力 这种都禄瓶呢 跟我们词记中的煤瓶呢 异曲同工 煤瓶比它瘦高 这是一个原型的 膝下有一个窑 叫零五窑 过去这东西都告诉你 叫瓷周窑 看不懂嘛 不知道哪烧的嘛 所以都叫瓷周窑啊 说瓷周窑是个筐 看不懂的往里装 西夏当时跟这个北宋呢 是处在同一时期 所以从北宋学了很多 制瓷的技巧 它的这个瓷土啊 特别糙 有点像水缸的缸 缸缸摇似的 它的装饰风格呢 非常粗广 这是一只大叶子 非常漂亮 它的装饰风格 仅注重上半部 下半部不注重 因为为什么呢 搁在桌子上 它看不见嘛 所以底下就别费那劲了 它上面有一个标准的 这个模板 应该工匠脑子里很清楚 它不一定是贴在上面 它就是脑子里 有很清楚一个模板 就是一个大叶子 然后有竹签子画出来 然后把这些 不需要的地方剔去 所以这是一个剔花的 林五窑的一个大嘟嘟瓶 口 这个塑的很深 它为什么塑的深呢 当时要密封的时候 这时候都是喝米酒嘛 塞上塞子 拿布捆上 也拿绳杀紧它 第二天还能喝 这东西就是西夏的 距今有大概不到一千年 八九百年 它跟我们北方 慈州谣很多东西 异曲同工 但由于这些年 西夏的林五窑被发掘 所以大家今天几乎能准确地 把林五窑和慈州谣分开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宋代的时候 宋代跟辽国跟西夏 宋代南宋跟金国跟西夏 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的时候 文化依然可以沟通 我唱到一辈子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